如果出现了电容报警 需要检查喷嘴和陶瓷环 下面是检查步骤 首先拧下喷嘴和陶瓷环 检查安装是否到位 如果陶瓷环出现了破损 需要及时更换 安装好新的陶瓷环 并且安装好拼嘴之后 我们就要进行切额头标定 标定在CNC里面 BCS100 首先回一下圆点 切额头回圆点 然后选择F1 然后再选择2 然后将切额头降至板面上方 2到3毫米位置 OK 然后点击ENT 开始进行标定 决定完成 然后报警也会解除的 这时候标定完成 报警解除 好 好 OK 好 好